你的工作 假设啦 如果你今天就是做的这一个选课的 已经做好了 如果有一天 就是你的工作 就刚好就是做问卷资料收集的 然后当你呢 明天之后老板就丢一个档案给你 跟你说 同学 再帮老师做一次 再做一次 你刚才会想骂张话 老师那个函数很难下 然后又要比对 要看什么的 所以记得 当你在工作性质 如果以后就是出去上班的时候 有一个状况是 你对某些事情 它必须一直不断的被重复 例如说我可能 每次拿到一个表 就是要做枢纽分析 每次都给我新档 我又要做一次枢纽 每次给我就要做一次枢纽 或者是数项资料来的之后 我要知道有多少课 那我是每次都去做资料的一个重复 那种资料移除的方式 移除重复啦 每次都要去做一次 哇塞 那个真的很浪费时间耶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平常工作 就是很固定制式的动作 你可以把它做成功能 真的厉害喔 把它做成功能喔 然后想说 哇塞 我怎么自己有那能力 做成一次有的功能 以前早期 如果你要把你常常做的事情 变成一个功能的话 它的逻辑是这样 那个概念是指说 假设我今天每次打开档案 我的动作都是要把A栏全选 我开个档案好了 好假设我每次拿到这个干净的档案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拿到之后别人给我像是乱七八糟的 好我要做一件事 第一个 我可能需要把我的档案的部分呢 例如说全选后先清除格式 清除格式 就是我每次打开档案都要做的事情喔 清掉格式之后呢 再来我要选A栏 然后把A栏的资料复制起来之后 贴到别的地方做移除重复 然后呢我又要再下函数等等之类的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事 每天都要做 而且它会给你不同的档案 你就把它做成功能 好那刚刚老师讲 我做了好多东西 我要先把它的全选 去除格式 好这是一个功能的嘛 对不对 要反白之后复制 贴上到另外一个地方 又是一个功能了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我可能要做移除重复 又是一个功能 等于三个功能喔 好我可以一次性的 把这三件事 做成一个功能 所以呢这三个事情 在easeal中是已经有的功能了 已经是在东西 我透过一个概念 它叫做聚集 我把它做成三加一 就是三个功能 合成一个按钮 合成一个按钮 当我下一次要用的时候 我只要按下这一颗按钮 它会帮你做好 这三件事情 那以前早期这样的功能呢 必须要自己写程式 你要自己写程式 那现在几乎都不用自己写了 因为有一个功能叫 它研发了一个东西 叫聚集 聚集的意思是指 帮我用操作的方式 把你想要做的事情操作好后 它会帮你录下来 变成功能 那它的录制不是夏老师一样 你在讲课帮你录的影片档 不是 它的一个概念是指 你做了什么事情 它把那事情记下来 然后变成一个工具 让你用 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 这样的一个使用方法 在Excel中就称之为聚集 得了解吗 聚集 所以聚集的意思指的就是说 把我想要做的重复性的动作 就是好几个A加B加C加B 很多的动作 集结成一个工具的意思 集结成一个功能的意思 让它可以被重复执行 OK 这就是聚集 完全不用写到程式 好 那聚集功能预设是关起来的 它没有让你用 预设的状况之下 所以你要去把它打开 好 来在这里 档案 档案的地方你进来之后 这边有个选项 档案的选项进来后 然后呢 在下面有个自定功能区 右侧开发人员 在开发人员里面 你把它打开 其实它里面就藏了聚集工具了 好 有 然后你就把这个开发人员 勾起来就好了 你把它勾起来 然后勾起来之后呢 确定 好 它上面就会多了一个开发人员 就在这儿聚集 这一区 这样OK吗 这就是聚集 好不好 来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用 聚集是用录的 录的 你把它录起来 然后你把它录起来之后 下一次如果遇到不同档案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叫出来用 明白吗 聚集是用录的 把它叫出来用 好 所以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讲 好 假设 假设 表单回音这里 老师用复制 好不好 我复制一个 好 我复制出来 因为等一下这个做完 录完了 它会干净的 我复制一个 就是等一下有问题 再做一次的 好 那我们聚集看一下 能不能成功 好 来 那我们做一次 所以一开始要怎么做 来 录制 录制聚集 要录它 好 然后这边就有个聚集的名称 名称叫什么 无所谓你可以自己改 好 例如说我先叫 暂时性叫聚集1 然后呢 这个聚集可以套用快速键 以后你只要执行 这一个快速键 你就可以直接执行 这个聚集 好 那聚集存在哪里 存在这个活跃部档 聚集的话 它的储存方式比较特殊 它可以存在 个人聚集活跃部 就是Excel中 在Excel里面 好 第二种就是 现有活跃部 就是你现在这个档 那大部分都是 存在这个档比较多 那你下次要用的时候 你只要把这个档案打开 我的另外一个档 就可以来参考我的聚集 是可以混用的 所以没有问题 你就确定就好 预设先用活跃部就好 好 现在在哪里 正在录龙 已经在录龙 然后因为它不是录时间的 所以你不要紧张 不要想说 我赶快做完了 时间有限 我把你放着 就上个系 已经回来 它就没事 知道吗 它就是录动作 你做了什么事情 好 那我要做哪些事 第一个 我要全选 然后呢 常用里面的 这个清除格式 把格式清掉 OK 这是我的第一个 第二个动作呢 例如说 我把它的宽度调一样 调整蓝宽 好 再来 我要把原本隐藏的A栏取消掉 例如说 这两个右键 取消隐藏 这个没有 不好意思 这干净的 那多做没关系 反正不会理你 好 然后呢 再来 如果我想要再做 我想要再做别的工具的话 例如说 我要下筛选 好 就随便点后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那个 这个很 哦 这是它做的 那个啦 嗯 注解的 好 那我们把它删掉好了 来 反白起来之后 到上头资料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的 教育 好 这个新注解整个删除 好 没有 就是红红的 那个不见了 好 再来 如果我要把这一排 改颜色 嗯 改颜色 就可以自己下 都行OK吗 目前为止 好 然后呢 如果我还要给它个筛选 再就是按筛选 然后变筛选功能 好 假设我做到这里咯 停止录制 来 我们回到开发人员的 停止 这个聚集就录完了 OK 听懂 所以你做什么时候 要帮你记下来咯 好 当你下一次 如果遇到类似的档案 栏位都一样的 就是这样乱七八糟的 好 你只要进到这个档案中 这个工作表中 好 不是从一个工作表 另外一个工作表 然后我们只要去执行聚集 怎么执行 到聚集选单 好 这边就会看得到 你刚才所录的这个聚集 按下执行 全部做完 刚刚那一堆事 全部帮你做完 懂老师意思吗 这就是所谓聚集的概念 它里面好多个功能 做好的 那你们要特别注意 有时候你们太多功能 混杂在一起 很容易乱 所以我通常教学的方法是 你可以分段做 比如说我可能格式这一块 我做一个聚集档 然后再可能要做其他的动作了 我做第二个聚集档 第三个聚集档 一次内推 所以有时候工作在做的时候 你可以把聚集切开来 有 这样目前听得懂吗 有感觉吧 一下就做完了 好 那后面还有东西 等一下看 来 先试一下 你可以开完整的 或是准备找个档来试试看看 就是刚才那一个档案 通常会聚集不难 难在你怎么设计 知道吗 所以你对以色列要有一个 初步性的了解 课都上过后 你才办法设计聚集 不然你设计不出来的 因为根本不知道有哪些功能 这个观念